哈喽大家好我是韩家呆子 我萌萌说 江夜眼看着2023年就要来了 我们新一年的日历大厂行 如期而至 我想问一下 你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跟学校的愿望定下的目标是什么 数十斤 今天我们的日历的主题 会找的稍微比较有特色一点 比如说是博物馆的呀 图书馆的呀 但是我比较隆重推荐的 有清华大学的 哦清华大学是学校教给我这种校友的 我给你的 对我没有买 我没有买 你只要给我记的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吧 第一个 我们的老朋友 故宫日历 谢谢老朋友啊 2023年是兔年 所以呢 故宫日历就选取了 他们在馆藏里面 跟兔相关的大婚啊 家庭啊 小朋友相关的文物 然后组成了这一本日历 而且这本日历和以往的还不太一样 以往是四页的是不是 它是一本书 每天翻出来全彩印刷 故宫就是好 因为他们的馆藏几十万上百万件文物 每年都可以找出不一样的文物 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和兔兔相关的文物 然后呢 同时比如说像这种空白的地方 是可以当笔记本来用的 可以当日记本用 你可以用来记事 这本多少钱啊 78块钱 哦也不贵吧 全彩印刷呀 我以前看书最喜欢看的只有看图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适合买家里有小朋友的啊 他可以当自己的故宫百科全书看 对 而且在特定的节日 比如说中秋的时候 他放的就是中秋加瑞的图卷 每一页都非常的精美 即使你不去故宫 他可能比你在故宫看的还稀 诶 肯定的 在故宫的时候是走马观花 同时很多文物是珍藏馆藏的 其实你是看不到的 嗯 没有机会看一眼 但现在花钱就能看到了 哈哈 下一本 来自于敦煌美术研究所的 敦煌日历 哇哦 哇这个89块钱 里面首先会送你两个如意门神 对它是天王如意卡 小人配赛 当你摸到这本日历的时候 你会觉得和别的很不一样 因为它表面用的是细砂纸 就好像是你用手去磨缩壁画的触感 哦 没有机会磨壁画 对 它上面还有一点那种什么油筋的 哦 对对对对对 质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它不是纯平的 对 每一页都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敦煌的 文物文化的知识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新年的礼物 也可以当做你去敦煌旅游的伴首领 哇真的 在里面看到好多菩萨 每一天都感觉很祥和 你知道吗 1月7号你一看 打开这一页 你就告诉自己 不要生气 我每天看到这种画面 我都觉得心如直视 对心生宁静 有什么值得生气的 哈哈哈 我喜欢这一本 哈哈哈 我喜欢这一本 我希望办公室里面 就是每天放个iPad 放在门口 每天就是换一张菩萨 哈哈哈 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工作 阿爸最近有个好习惯 就需要敲目一点 哈哈哈 我们对这种典籍不是非常专业的博主 我们也希望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可以推荐大家去每天的翻阅去了解更多的文化 我们也会在共同学习和进步当中 下一个来自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北京天文馆共同编转的上知天文的天文日历 我们选的每一颗日历都是用心当礼物的耶 而紧跟时事 最近几年是航天大年 对我们国家首次登录月球的背面 对 这本是61块钱 大金砖 胖金的 我的妈 哇 在镜头里面绝了 他把一年365天的月像全部都描磨出来了 哦 当你在埋头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望着抬头看看天 老天饶过谁 哈哈哈 苦淡的生活 但也别忘了我们抬头望望月亮 像像我们的诗和远方 最近还拍着让月亮放这 哈哈哈 对 多看月亮 你要想想看古代人他有多浪漫 每天没有事情做也不刷手机 他去看看月亮 就想月亮上的故事 月亮是不是像动画片一样 哎 对对对对 不仅如此哦 这还有2023年的全年的重要天象和观测信息 然后里面还会多送一个小赠品 它叫月夜巡礼 是月像所有的月像 哦 下一个 苏州博物馆密色慈莲花碗DIY拼插日列 这是苏州博物馆出的 这个日列超级有意思 首先这样看它是一个普通的日列 对 这边会放上日期 那这边会是什么呢 这边是个插画 你没有发现它上面有很多的格格 哦 是可以裁下来的 然后你看 每一个月都不一样 上面是那个拼插的那个板板 把它给拆下来之后 拼插成为一个苏州博物馆非常著名的馆藏 密色慈莲花碗 所以最终你购完这一年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超级漂亮的碗 我不用购完一年 我现在去养品 我们加速一下 三秒钟购完一年 最后一本真的是送你来的 我的母校子送给我的 清华藏真日历 大家把不要脸上在屏幕上 有多少人是校友啊 打个招呼啊 你们收到了吗 这是来自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与博物馆奇妙物联合出品的新年日历 188 哇 这么贵啊 我们不是买的啊 你们买可能贵一点 外来也外来吧 里面有好多小赠品啊 一个是新年的进步书签 摘字胡适的轻书振信的进步 这两个字送给大家 里面还有个日历的支架 里面的书页是那种绒布的材质 它里面其实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里面的馆藏 一共有三半六十五件藏品 哦 跟故宫博物馆开始打起来了 不一样嘛 就是我觉得 现在不是大家很流行 就推荐大家可以走进博物馆嘛 放下手机走进博物馆 多的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是很好的 里面每一页也非常的漂亮 一页是图案 一页可以写字 这种红本本你拿在手上 每一份在你桌上 不是新华 甚至清华 别人拿是清华 你拿的一个像新华字典 我以为你说的是菜谱呢 今天点麻辣香菇 菜谱太厚了 而且它在每一个重要节日的页面底部 都会有清华大师的清笔书写 为你送上节日的祝福 你保佑我考新华吗 他会鼓励你 比如说元旦上面写的就是 更新万物更新 元旦可是蒙叔的生日 希望蒙叔更新 更新视频是吧 这个意思 好 今年的日历大厂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最心动的是哪一个呢 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大家喜欢我学校送给我的 我们一年一年做日历专题 也是陪着大家一年又一年 我刚刚把盘子下没有想到 我们拍视频拍了这么多年了 真的很多年 建议大家别往前面看 我想起来有宝贝说 刚看到我们的时候还读书 现在就生娃了 刚看的时候我以前的头只有这么大 现在有这么大 别搞这些人才成长了 马上就是新年了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越来越好 一切向阳 幸福快乐安康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按你们要播